第25章 星辰图 弟子明白 罗峰恭敬道 星辰塔和结甲 你现在都无法真正使用 结甲是完整的甲铠 无法分拆 可星辰塔内宝物无数 倒是可以取出些 根据星辰塔内的宝物 我又专门炼制了一重宝辅助 威厄如山的老者一番手 花 一巨大的土卷凭空 出现在游船的上空 将整个游船都完全笼罩 长达十多公里的游船 就仿佛小不点 比图卷渺小得多 磅礴让人心颤的气息弥漫开 这图卷气息之强大 远超阵风星辰 此图卷乃是一重宝 可将一颗颗阵风星辰融入其中 二者结合 即可形成一件特殊的宝物 星辰图也勉强跨入至宝的门槛 威厄老者俯看着罗锋 你将这图卷认住了 便知道其中奥妙 那图卷迅速缩小 落在罗锋面前 罗锋伸手接过 一丝世界之力渗透其中 精神烙印 自然烙上便有了心灵联系 同时一阵庞大的讯息 从星辰图中涌入罗锋的意识 原来是这样 好可怕的星辰图 罗锋震惊 图卷本身算是重宝 阵风星辰也是重宝 然而图卷 却能够融入海量的阵风星辰 按照那涌入的讯息 最多可容纳十万颗阵风星辰 每颗阵风星辰都乃是重宝 一旦十万颗阵风星辰 和这图卷融合为一 化为星辰图 绝对算是跨入至宝行列 星辰图 罗锋可将自己悟出的 某些攻击密法的法则密文 印刻其中 会自然印刻在阵风星辰上 一旦攻击 颗颗星辰沟通法则 微能无限 我算是偷懒一会 威厄老者哈哈 声音在无尽虚空中震荡 仅炼制了图卷 阵风星辰 却是星辰塔内的 谢老师 罗锋感激恭敬道 这星辰图最多容纳 十万颗阵风星辰 星辰塔内的阵风星辰 虽然数量极多 可几乎都是 星辰塔本身重要部件 不可缺失 只有极少数的阵风星辰 大概一万多颗阵风星辰 并无用途 可以取出 威厄老者说道 弟子明白 罗锋点头 星辰塔认主后 很多讯息 罗锋都知道了 其实 威厄老者感慨一叹 声音在无尽虚空 都形成空间连衣 阵风星辰 早先炼制的计划 并无封印之能 更多的是攻击之能 不管是操控 无数星辰攻击外敌 还是操控无数星辰 攻击困在塔内的敌人 都是一种手段 只是后来发生特殊变化 这一颗颗星辰 竟拥有封印之能 超乎我的想象 操控星辰 法则密文印刻星辰之上 且随时可以抹去 再度印刻 在星辰塔未能完全驱动前 操控星辰攻击 便是一大手段 威厄老者感慨 若是能够完全驱动 整个星辰塔 整个星辰塔一砸 或者是整个星辰塔 犹如一柄匕首 那塔间直接一次 这一砸 一次 便是星辰塔 最强攻击手段 即使最弱威力 都能轻易灭杀宇宙尊者 若是发挥够强 足以浩瀚宇宙 谁也不拒 罗锋忍不住问道 老师 敢问我何时才能驱动 完整的星辰塔 哈哈 你可看到那能量漩涡 威厄老者问道 看到了 那九玄星云 威力无穷 单单漩涡 稍微深入 都能湮灭宇宙尊者 罗锋道 那九玄星云 便是星辰塔 恢复本体大小 主动吸纳宇宙中的能量 维持自身消耗的缘故 威厄老者道 星辰塔高九光年 内部蕴含 威力无穷 宇宙中的超级强者们 也束手无策 维持这么强威力 耗费能量也是极为可怕 时时刻刻在吞噬能量 便能够轻易湮灭宇宙尊者 你如果将其缩小收入体内 何时能供应这么强大的能量 威厄老者问 罗锋傻眼 那得要多少能量啊 能量漩涡都湮灭宇宙尊者呀 放心 那是极强威力状态 你只需要发挥最低威力 耗费能量就小多了 威厄老者说道 即使如此 也远远超过节假要求 关于星辰塔 我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 老师请说 罗锋连道 未能驱动完整星辰塔前 星辰塔继续留在这 威厄老者郑重道 留在这 罗锋瞬间便有些明白了 星辰塔早就引起宇宙中的 超级强者们的注意 连和我实力匹敌的那些存在 也掩馋星辰塔 毕竟这是最强质宝之一 星辰塔在域外战场 早就被盯着 一旦星辰塔突然消失 肯定会引起一场大风暴 你们所有在域外战场 星辰塔的士兵 四大阵营的士兵 数十万封王不朽 包括你 一个都逃不掉 威厄老者说道 罗锋听得目瞪口呆 数十万不朽 包括自己 一个都逃不掉啊 是啊 如此质宝 引动的将是宇宙中最可怕的一群存在 以他们手段 谁能逃掉 就是人类族群的宇宙之主们 恐怕都不会轻易放走 罗锋他们 以罗锋的身份 得到是无语义这种 对宇宙之主帮助都很小的质宝 还行 可是星辰塔这种 能让最强者眼馋的质宝 堪称最强质宝之一的 绝对不是罗锋有资格拥有的 巨斧创始者 混沌成主 一个个 为了人类族群考虑 也会从罗锋这夺走 而后给予人类族群中的 某位强大的宇宙之主使用 甚至于巨斧创始者使用 也不无可能 除非你拥有和他们 平起平坐的实力 没有那等实力 就别来动星辰塔 威厄老者正中道 你若是能真正驱动星辰塔 也差不多有和他们 平等对话的实力了 加上背后的人类族群 你那时便是人类族群 最高层之一 谁也不会夺你的宝物 自然能有资格拥有星辰塔 罗锋点头 烫手山芋啊 你现在有三件质宝 威厄老者说 第一件 我刚见你 你气息就完全掩盖 反而看似不朽神灵 能掩盖气息的 必定是质宝 估计是你混沌城主老师给你的 他给你的 一定是对宇宙之主用途很小 却足以让宇宙尊者们疯狂地治保 罗锋眨巴眼睛 猜得真准 第二件是塔珠 也就是和你灵魂融合的那颗金珠 塔珠是星辰塔内的封印空间的控制核心 而封印是整个星辰塔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而所谓的攻击 杂次都是附带的 而所谓的防御躲在星辰塔内也是附带的 封印超级强者才是最主要的一个能力 塔珠本身也勉强算是一件质宝 塔珠融入灵魂 你应该知道 怎么利用塔珠保护自己的灵魂 罗锋听得点头 塔珠融合的过程痛苦无比 可融合后却无比神奇 第三件是星辰图 诸多阵风星辰和星达结合 未能飙升 已经算一件低等质宝 你现在实力无法同时使用太多阵风星辰 就算有僵魂 我估计你能使用十颗阵风星辰就不错了 三件质宝 都是从未在宇宙中现实的 威厄老者道从未出现过 其他强者便认不出 只要你不将至宝威力催发到极致 其他强者根本猜不出你拥有至宝 罗锋点头 事无语义 未曾现实 星辰图等会自己才去融合阵风星辰 也算新进出炉的至宝 塔珠乃是星辰塔的核心之一 从未有谁融合成功过 更加没人知道 三件质宝 却都是属于那种超越了重宝的界限 很勉强才跨入质宝行列的 属于宇宙之主不怎么在乎 宇宙尊者们却疯狂追逐的 别得意 三件低等质宝 加起来都不如星辰塔的一星半点 也远比如结甲 威俄老者道 弟子定当努力 尽早能使用结甲和星辰塔 罗锋应道 嗯 威俄老者这才点头 罗锋 普提在游船上边听着老师教诲 同时也开始返回那大殿 回去速度更快 片刻后已回到大殿内 老师 那九节秘点 我仅仅得到两个残片 不知道另外的部分是在哪 罗锋忍不住问道 九节秘点 能令你基因层次不断提升 乃至媲美一些强大而特殊的宇宙生命 威俄老者俯瞰罗锋 而如果你基因层次飙升太离谱 肯定引起很多强者注意 实力越高 你才有资格拥有特殊宝物 那九节秘点的天魂 金板残片 共有五块 你已经得到两块 另外三块都被我安放在宇宙中危险之地 你借主妻可以再去得到一块 不朽吉再去得到一块 成为宇宙尊者后得到最后一块 威俄老者俯瞰罗锋 三大危险之地越来越危险 等你为宇宙尊者得到最后一块 得到完整九节秘点时 我估摸着离驱动完整星辰塔就很接近了 这是三块金属板的宇宙坐标 都有简单的危险之地描述 威俄老者遥遥指向罗锋 一点亮光飞向罗锋 直接飞入罗锋脑海 一阵讯息涌入 罗锋一切变明了 徒儿 别死在这三处危险之地 威俄老者道 是 罗锋很清楚 是经意了 我为你准备已经足够 三件质宝榜身 将甲 将魂护体 以后一切就靠你自己 我以后不会帮你撕毫 威俄老者道 我期待着 你能够完全驱动完整星辰塔的那天 随即空间微微一站 威俄老者便已经消失 大殿内只剩下罗锋和菩提 大师兄说来惭愧 还不知道老师叫什么 罗锋连道 之前也不敢多问 哈哈 菩提盘踞在大殿上笑道 老师本名没有谁知晓 可因为老师经常盘坐在山峰上 纵横无尽宇宙 所以浩瀚宇宙中的超级存在们 给了老师一个代号 叫做山客 尼尔师兄 本名曹本齐 被宇宙中超级强者们 称之为燕帝 宇宙最强者之一 做山客 燕神族首领燕帝 罗锋默默记下 地球一脉 终有首领 事情已了 我也轻松不少 三师弟 我就先走了 菩提微微一笑 周围空间一阵 也是凭空消失 大殿内 只刺下罗锋一人 低声笑道 我这老师 好歹也是宇宙最强者之一 做山客 管教弟子 还真是松 从现在到驱动完整星辰塔 竟啥都不管了 独播服务必顽 去年后 我们切瓶 故随 这一段时间 我们切瓶 是 使用 责cı 导